茶博士瓜伦,又到我们这个预过时间 博士,有网友报料 我们这个节目,很多是放在斗阴里面 没有啊,他和你做宣传,没有所谓的 那那些广告费贵? 人量大幅大,哪有看那些呢? 你做人要看个森林,哪有看那两条草 是啊,是啊,但是这个斗阴呢 没有啊,没意思的东西来的,浪费时间 全部浪费时间,被人搞了亿几点击 有人告诉我,那个人弄了你两个星期,亿几点击 亿几点击就他富贵了,恭喜他富贵了 没有啊,你这个世界的手伸不到那么长 嗯,没错,那这个星期就相当多的新闻发生 大家知道了,正在这个 我们大概昨天到,这个节目的出街的大日前两天到 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了莫斯坡 见了普京,那整群人去了,大盆人去了 很成功啊,是的,很成功啊 那与此同时,这个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呢 哇,很成功啊,去了基库在一起 那个是有一组有部署的 嗯 代机而动的嘛,它是部署了的,代机而动的 是,就是大家是夹到了的了 一会儿节目先讲,为什么它会动呢 嗯 它是可以不去的嘛 是啊 为什么要去呢,这个就最关键了 嗯,但是那个局势本身其实就是 下面相当之紧张的 因为为什么呢,就 在这个菲律宾和美国 迟些会有一个最大的货币 公布了很久的了 因为它那个是 一向都有的 嗯 美国和菲律宾 只不过现在它的战略有点不同 嗯 因为以前它没有那么多基地嘛 是啊 变成了那个布局不同 是 布局不同 就是菲律宾那刻吧 一向都有的 它是一向都有的 与此同时就在这个沖繩岛的公固 这个应该是石垣岛那边已经是前上个礼拜了 部署了导弹了 我说那些就 让你知道而已 嗯 又是一向都有的 不过不讲的 是 现在就公开讲 公开了 但是它还要你说日本呢 最重要是它跟印度联手 是啊 和韩国联手那里厉害 嗯 但是这个呢,都是美国很安排的 嗯 但是为什么会印度又肯联手呢 这个在节目上讲的 是啊 又是多谢我们这个 集普会 嗯 又是多谢集普会搞出来的 就差不多一石惊起千重浪 去一次 就是牵动了很多东西 很多人得益 很多人得益 但是哪些人会 損失呢 那就在节目慢慢讲 嗯 是的 这个世界局势大家都留意了 另外一件事就是大家看后面的新闻了 原本说呢 就应该是昨天呢 就逮捕特朗普的 直接逮捕他啊 对不对 我一个侵犯了 说他 掩口废 美国第一任总统 来任后 会被刑事拘捕 是第一个 是啊 但是现在呢 就看下去呢 就那个情况呢 就有少少可能的变化了 我们不知道 因为做那时候 还有出街之间 没有啊 在拉紧的 拉紧的 拉紧的 因为 因为美国有一个传统的游戏 嗯 你一不懂进退 就杀到你尽了 嗯 是啊 那些金主 一定杀到你尽了 好 这个博士都待会在这个节目 今天这个茶博士话里面也会讲一讲 那另外一个就是当然香港啦 那香港都发生了很多事情啦 举个例子 譬如说有部电影啊 呃 原本就可以上映的 那这个小红围尼啊 血与蜜糖 那结果就就 就是发生了这些情况 就 好事啊 哈哈哈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你怎么会 嗯 表现到我们那个党的权威啊 哈哈哈 对不对 是好事来的 就是让你那些人知道 现在是玩什么游戏 嗯 对不对 嗯 对不对 你说什么是没用的 嗯 他的游戏规则现在 转了打大陆牌嘛 哦 OK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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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牌嘛 哈哈哈 打麻醉就知道了 是 所以这些 可以扔啊 当是说笑 没所谓的 是啊 那另外就是这个 这个 何柱仁呢 就他干扰 就是被指干扰 证人 那你知法犯法嘛 嗯 是达局律师来的哦 通常坏呢 就普通人不会坏的 害怕的嘛 嗯 那你律师就以为自己很聪明的嘛 嗯 他不知道你现在你面对那个政权 他们对那个法的看法呢 跟你不同的看法的嘛 嗯 他用大陆法观点来看的嘛 嗯 所以这个可以解释有什么不同 这个都挺重要的 嗯 很多人很少人看到这一法的 所以个个撞板 嗯 因为一你行罗马法呢 你没得搏的 他先拿了你 你要证明自己没罪 那你就站在那里 普通法就不是啦 是啊 普通法没有罪就不是啦 所以现在你那些 所以有一些精仔 你见梁家杰啊 你上面敢不敢跳出来呢 嗯 不敢的嘛 他们应该是比较聪明的嘛 嗯 嗯 是啊 所以就大家都 就是看一看这个问题啦 那另外就当然啦 阿博士就一讲这个往事 那一定是很多 是我岁月流金 岁月流金就有很多人了 尤其是四大探长也是 哈哈 四大探长就 因为很多人 因为我一向很少讲自己的历史的 嗯 因为那些人当你吹水 有没有搞错七十年代富贵 嗯 六十年代是说 找几层楼一个月 嗯 那今天呢会贴一些出来 嗯 就是你起码知道 嗯 嗯 因为我们不是说 老爸留下几层大收租嘛 原本就不知道几层了 老爸 那所以就变成了和平后就什么都没有啦 嗯 剩下几两蓝钉那样啦 嗯 所以就是 香港 因为是澳门最好的了 在这个中国历史 是啊 澳门还没打过仗 嗯 由明朝割让了给普洪亚之后 刚刚说 全国什么世界大战 什么打仗完全没有事 嗯 全部升平 哈哈哈哈 还有澳门以前是做金的嘛 金的市场很厉害的嘛 嗯 它是国际市场梳打浮是赢了香港的 嗯 后来因为 割了香港 给英国发展 才是澳门 就落后 那些海外的商人 来了 国际的商人来香港 嗯 澳门唯有就用了一个黄岛毒的顶牙 那时候开始 是啊 对啊 就是二战以前 其实它做金的时候很出名 不如 好 问什么 那时候一个立ols 国际系员 罗保 罗保 他 罗保家族 他的爸爸是财政厅长 üler 所以现在有多银行 澳门荷有金号 嗯 永亨那些就是 永亨都现lic 香港最早有金仓才是永亨 不是汇丰 是啊 因为它就是澳门有金 嗯 还有有有有有有�� 000 是啊 所以是 澳门又有另外一段歷史的 有银号,所以澳门又有另外一段历史 那个历史就很值得说了,可能将来顺别之后再说一说 但这个东西看一看,大家知道有本很著名的电影《铁金刚》 《金手指》,原住《铁金刚》 其中一个灵感是怎样来的呢? 当年作者Ean Fleming来香港的时候 就在那个记者俱乐部撞到一个澳洲记者,Richard Hughes 就带他去澳门,但澳门除了岛之外 就带他认识这个劳宝家族,就跟他讲个金 有个罗宝花园的,所以这个就是他 这个呢,我推荐一个人,最后找到谭志强 因为谭志强在澳门和台湾和中亚历史 因为他是专家,他是特别学术性,他很记性 我就说是那些旁门左道,怎样闲心 但他正式识读过一科 他写的语文也写过澳门 所以谭志强说得好 如果讲澳门历史,台湾历史,因为他做记者很久 很久了,几十年了 他真的有新历,而且他在学术性去做研究 我们就是落水,我们亲身经历的事情 就完全不同的 比如说你刚才所说的习普会,普京和习近平会面 现在你打开电台和电视台说,全部都讲到清朝和俄罗斯的关系 怎样都浪费你了 我们最重要是说这个行为,带来社会现在的反射 有几多个角度反射出来 反射出来之后,根据他的反射面 未来会带来有什么危险,或者有什么惊喜 这个才会实用,特别是我们投资金融 你讲清朝,你真是发梦了吗? OK,好了,当然还有,我们讲一下博士 最精彩的部分,讲佛学 佛学心没有的,佛祖也讲了几十年 我们这些讲的都是执口水尾的 但最重要的是今天博士带来的好东西 我特意带来给你试,因为每个人看电脑 这支,这支是没得买的 凡是对眼睛要保护受伤,用电脑的人一定有用 它烧你的幅射和刺激到你的眼球 打退那些幅射,随时出的 这个叫Eye Activator 是的,刚刚给你试了 我试了,我试了,有亲身的,很精神的 它是这样的,有酒株,有些液体在你眼那边 我最初就不必定为疑了 但过了几分钟或十分钟之后 你的眼睛很清晰的,很舒服 另外一个感觉来的 是的,博士,为什么你这么多这些 是我的厂出的,是我的研究所 我只是烧鲠洲而已,在香港市场小 这个是 made in Austria 就是瑞士科技,套地理制造 是的 为什么瑞士有这么多科技呢 我研究所在,我有参与的 研究所 在苏黎世? 在苏黎世那边 在苏黎世那边 在苏黎世那边,那些研究所有参与 很多钱的 你随时可以不见很多钱,就是烟花一阵 我说不靓了,在研究所里面 所以搞科技,香港有钱都玩不起的 随时可以投资一百亿美金是没了的 不是说笑的 就是大的,特别做药 起码都要花你几十亿美金 那么好,十岁做药 所以这药要卖这么贵 它有理由的 因为它是 不是因为你做研究就靓的 是吧 有时候你更惨 你中招,中的哪里最伤呢 在实验室靓 突出去不靓 是呀,你一到工厂就不靓 等于现在中国,他们经常说 很深红想做晶片 它是靓的,实验室有些 实验室靓的 一一落到它,就散开了 所以它偶尔都说 我们做了一个 是呀,那是最难的关 另外这枝就很厉害 这枝呢 又是我们香港没有买的 又是我们在我们的研究所 出了出品的 在欧洲 这个呢,就以前你有些疤痕 或者你个人想年轻暴露 那我都三十几对 嗯 我每天每天都敷的 嗯 那你找那个水洗完面 跟着浸浸睡觉 那就够了 嗯 那我朋友说 这些呢,如果日本人出的 都有些卖几千一盒 嗯 但我们卖很便宜的 嗯 因为 他说原来这些漂亮的 面霜精华液呢 是很贵的 但我这个呢 是超前的嘛 凡是肉 凡是这些东西呢 它我们怎么超前呢 嗯 我们加了一个瓷化 嗯 那个是很高度的 频道放了下去 嗯 就是你外出那些呢 现在就没有我们那一套的 所以你要慢慢慢慢的 你感觉一路滲进去 嗯 它有一个震墙在那里 嗯 有一个震贫在那里 我查到这家 我到这家 是呀 慢慢慢慢震贫震进去 是 是 是宇宙的标波来的 但是博尔 为什么买些东西在香港 我们找到的呢 没有在香港市场那么小 那些人又不懂东西 几百元支 他都说贵 那就叫做买大陆东西 大陆东西那几十元支 但是出来的效果不同 那些是他的事 他不懂东西 你不要跟他说 是啊 是呀 蠢人就不要碰声 是啊 我知道你们整个人看电脑 我又整个东西给你试一下 是啊 那这里很多谢博士 那么这么精彩的内容 大家几天收睇这个《查博士乖论》 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非常满满 主题呢 大家看很多书 不算看很多书 看多两本书 你有没有知道哪本叫邪书 邪书 很多书都说邪书 正式是公认的 在学术界邪书 中文的中文是中国文 有人说鬼笃子也是邪书 很多都是邪书 哪本才是真正的邪书 古建筑 在世界上很有江湖地位 是的 苏州元银 就算你现在故宫 所有由 如今时代 廖今时代 唐朝的古建筑 或者寺庙 寺庙 寺家 皇宫 有另一个很高的地位 还有技巧 考着天宫 這些建築的技巧全部是一個祖師出來的 老班 他不是姓老的 因為他是老國人 因為他有名氣 所以就用了一個國家做姓 現在說是很多年前 其實是2000年前 後期有本書叫老班書 這本是邪書 為什麼這本是邪書呢 所以就很少人知道 聽過老班書 但這本是邪書 邪書 你上網說說是邪書 誰說是邪書 又多邪 為什麼說是邪書呢 因為你 今天會說多一點 因為今天我又周末 又是一個這麼舒適的環境 大家早上又在英國又到處走 又很少很細心去說一些東西 比較細小小小 沒細小小 今天又有時間 可以東歐西扯一下 天蘭避不下 有可能 就由這個誠吉思汗 說到耶穌 誠吉思汗跟耶穌有關係 由耶穌說到有關係 由耶穌呢 你見過耶穌那個手經嗎 耶穌是用手經 耶穌那個時候有手經 如何弄下來 趁大陸 由耶穌 和耶穌說到 早幾天 佛祖說 叫我去找祂 聽聽聽聽聽聽聽 接下來 天花耶潭 世間 現在很世界是時局 Lake 亭亂 又說打仗 又說十到尼 又說第三世界大戰 又說聽核子打 中美又開戰 中國又有肺炎 搞到雞尾狗走 是不是 只是香港人有點福氣 有個五光十色 最優善的民主選舉制度 沒得爭 一個人當選 一個人報名 一個人選佬 所以這個是很大的進步 全部穩定了 那好吧 講一些邪書 大家不要介意 東亞西斜 首先你講以前 我今天特地打一條皮帶來 因為方便演繹一種宇宙小小的秘密 皮帶沒有宇宙小秘密 最大秘密 因為涉及武班書裡面的歷學 它完全入水 建築物都非常堅固 你打釘落石屎 而且會用木材 這個宇宙 特別是天體運行 地球有沒有東西承住 九大星球有沒有東西承住 又不用入油 又不用供應燃料給它 是不是 如果要入油的要轉的 我相信你都不知道怎麼搞 所有這種運動我們稱之為力 有力從何來 這種力有模型 有物質的物理的力 有科學家研究到的力 就算那些核子引爆 它都是引導那個本身物質的衍生出來的力 就是說這個宇宙全部都是力的表現來的 你國防水一按出去 也是利用了一個宇宙本體的力 有那種全國的力 超自然的力 或者超越時空的力 這種力現在衍生到有心理上的力 有市場的那個蝴蝶效應的力 果然如果你知道這種力多 你就很難負貴的 所以你賺錢在世界上是最容易的 你不知不知道我這次去英國和微布局 這麼少時間 一個月幾天 賺錢多於去年一定的 這麼誇張 是啊 因為它多危機 多危險 那有危就有機 你多按幾次電話 看準 那你頭又中 那就厲害了 那些澳紙投賣又跌了 對吧 所以這個世界呢 今天我主要的目標呢 就是我的時空式學生 希望他們呢 留心聽 有可能我一陣子講的話 就是天方夜談 講笑 但小鐘有類的 那種是什麼類呢 那種就是人類無知 的類 為什麼說人類無知的類呢 就是負責近平了 所以要拉開小方 越拉就越遠了 大家都知道孫子兵法 也是要講那個力學 心理的力 作戰方位的力 進去的力 進去的力 但是習先生經常講講自己 看很多書 國學精神 反正每一個行為呢 都違反了孫子兵法 最大的原則 別說其他 別說其他 只是說一句 一開始 大家都異熟農場的 知己知己 百戰百勝 不是勝 你搞錯 原文是百戰不殆 百戰不殆 不殆 即是死 不用死 不用死 他的宗旨呢 就不是望贏的 望不用死 望不用死 你寫了什麼 鴻謀大藥都沒有用 我不知道 習近平他為什麼會被一些 鼓滑仔 點他 各樣都說要打贏美國 各樣都說要和美國的其共力手 現在就要和大家發展太空軍 他忘記了蘇聯的時候 跟美國進行的太空競賽 那你全部違反孫子兵法的智慧 孫子兵法智慧呢 無論你投降好 退後好 認衰好 全部都沒有意思的 最重要是你保住自己 不要死 所以是八戰不殆 知己知己 八戰不殆 習近平 希望你聽到我們這些說話 希望你三思 你是作為中國人 全世界最早的兵法 就是中國出的兵法 到後期十八九世紀的時候 才出一本西方的叫戰爭論 有戰爭論之後 世界就慘了 他弄了一句 進攻就是防守的方法 每個人都打算進攻 每個人都死了 日本人也是 日本人也是 又是進攻 希特拉也是 拿破崙也是 習近平 你沒有忘記老祖宗的智慧 是 孫子很聰明 不僅是聰明 他們差不多有鬼谷子老班的人 他涉及了天地的秘密 他透過人體一層層 先煎給他的才智 因為個人的大腦系統都不同 他有些天生特別敏感 他的觀察力特別強 他看到世界不同的力 現在講一點力 所以我帶了皮帶來演力一下 這個皮帶 你很難相信 比如說我的手機 放個手指 這裏 放這裏 放這裏 跌過 跌過 跌過的 這個跌過的 好 你說要加上皮帶放這裏 那裏 一定會跌過七彩 你明白嗎 但未跌過的世界 所以世間大家做人要謙虛 一定要謙虛 拿到平衡點 是啊 是不跌的 是不是 就是說 你能夠拿到宇宙 任何空間那一點的力 你在這個世界上做生意 做成處的人世間的事務 會很舒服的 你知道現在的時機 和空間 的人物 條件不夠 你什麼都不要動 坐在那裏 那最厲害是誰呢 就是姜子牙 嗯 蹲在那裏 已經六十年了 六十才是文王啊 姜子牙 剛剛 就是說他任何的人 他知道沒有那個緣分 要等到這個人物出現 到那個時空變化 他才會出生的 那現在你習近平 這些旺居仔 這些習家小義 你自己下面的 黃滬寧啊 黃毅啊 黃毅啊 楊潔篪啊 林昆明啊 這些垃圾 暗家產 搞到頭暈淡花 全世界樹敵 還一定要鬥贏美國佬 我們必勝 用個必勝口號 堅持必勝就贏的了 我們堅持必勝 那些病毒就消失的了 所以一定要搞清零 現在香港已經第二次回歸了 全部穩定了 再第三次回歸 就要搞人心回歸 人心就是病毒拱啊 大哥 無形無相啊 你怎麼知道 誰的心真是回歸啊 怎麼回歸啊 那個就在那補水 裝愛國裝忠貞 習近平 你睡醒了 你睡醒了嗎 你睡醒了就麻煩你睡一下 阿習小子 好了 現在他還裝模作樣 學毛澤東 不知道是否隱蛇出動 就說呢 歡迎所有人呢 就提議見一個二十大道 你怎樣啊 你用不著叫人提議見呢 你找幾隊中隊走到市場 問一問 你們贊不贊成 習近平二十大再連任啊 再問一下下面的黨員 那你敢不敢做個黨員 不記名的投票啊 支持習大大連任的 再臨莊的投票 這時候 永不追究的話 你不追究 那你就一目了言 你不用搞民家 你只搞個黨內 不要在那裡吹水啦 對不對 你不是小了 今年 阿習家小燕 你身邊的人 家族的人很靈精悲 全世界人都很深水清的 你不要當世界的人白癡才行 夠鐘了 你就走人了 是吧 就落不光彩一點 你無謂搞到人未走 茶就涼了 現在搞到院星再造 全國國家 情和體統而已 我們自己的中國人都知道是假的 好 那就批評完我們習近平 我們用中國人黨章 中國共產黨的黨章 你任何黨員 共產黨員都要接受群眾的批評 或者群眾的監察 我們現在根據共產黨的黨章 行使這個權力去批評你 去監察你 目的只有一個 希望那個黨國幫助 從新上路 人民安居樂意 人人有公開 個個有飯吃 沒有人跟你爭天下 你定了共產黨 你的廣播 中國人沒有人跟你爭天下 也都需要你去前天下 哪有這麼大個班底 不是 很煩 你共產黨宣佈 告訴我們兩年後離場 我想中國混蛋 散了 是不是 我們一個中國人 看到天下大亂 所以你安心自好 國家 貪少少污 沒所謂的 誰政府不貪污 為了自己賺一百元 就為了國家不賺一千元 那些都要拿去打靶 跟著拿了些錢 還要去海外 這些便要鞭屍 所以你貪污的文化 都沒有底線道德 為什麼以前香港那麼多人 貪污那麼多人 常常沒有人反對呢 他皆大歡喜 英國人是隻眼開隻眼閉 英國人很古怪的 我們說隻眼開隻眼閉 就涉及我們大小焦台 很多人都不明白 閉左眼和閉右眼是不同的 我打開左眼說話 我會講過去 我會看到過去 我打開右眼看世界 我會看到美容 所以那裡有一個規範 在那些藝術界 即是他把褲子放出來 他那個人物 究竟是單一隻眼 單一隻眼就有分別在這裡 這些是比較爛的知識 即是他的風紀 有個公仔 開左眼 這裡是講未來的東西 是否講這個 過去的東西 是否講這個 如果開了那隻右眼 就是講未來的東西 是要配合你那個 內容的劇情 就不要搞錯了那邊 差不開一隻眼 我們希望我們雜哥仔 忍重心腸 麻煩你打開右眼 看一些未來的事 就不要打開左眼 就是學毛澤東 真是保理大 是啊 十幾億人 剛剛 好了 我們現在說回頭 自己太遠了 那就講一下邪書 邪書涉及很多數據力學 老班 我曾經有很多老班鎖 我放在家裡 在蒙古裏拿回來的 我的老班鎖 真是很多機關 比如鎖書 你不知道 沒有辦法打開的 你沒有辦法不佩服古代的人的智慧 那究竟古代的人的智慧 和現在沒有分別呢 沒有分別的 因為人類自有人類以來的智慧 沒有進步過 我所講 人類自有人類來這個地球 其他星球我不知道 來地球出現的話 到今時今日的人類 在智慧方面 是沒有進步到的 不是的 現在出現了那麼多科技 那麼多成 那麼多學術 那麼多什麼 他進步了一些見識 智慧是兩回事 兩回事 兩回事 智慧沒有進步過 但是現在你再講智慧那一層 現在現代人 因為見識太多 無厘頭的資訊太多 就反而蓋了他那個深層次的意識 的運作 變成了整天都做錯事 整天都疏歸 整天都大念 整天都沒有記性 你 你想想到我們現在用古代的智慧 時間 日子 每年365天 365天 那些原本是360天 因為逐多幾條人命 那些人博除了365天 好了 但是我時間 大家都知道 六十秒為一分鐘 是啊 一個小時是六十分的 那你知不知道哪個國家 是六十進制的 六十進制 是啊 我們的時間就是六十進制 用到現在 蘇美爾文秘 還有 蘇美爾 現在就是這樣 你那個六十進制就會留下 南美洲蘇美爾 蘇美爾文明就是六十進制 所以在古代 最厲害的 星球學 天文數字學 就是希臘 埃頭那些 但是埃及有另類 埃及的文化是很古怪的 因為我們很多宗教都有靈媒的 投胎再做人 一上天來一落地獄 是啊 埃及沒有靈媒的 他搞復活的 是啊 所以沒有靈媒沒有靈媒 是啊 埃及的靈媒學很少的 他純粹是人死了 死了再翻山 翻山又再死 死了再翻山 是吧 另類的 他沒有投胎的 他那個靈媒 是拿回屍體 再翻山的 所以很古怪的 這是很大的題目來的 你們慢慢上圖書 慢慢看 到今時 今天被人推翻 但他們信的 那種人死 會翻山的 所以他們保持屍體在那裡 但那種不是靈媒 靈媒 靈媒就是另一個世界 不同的途徑 又一落速度 又有軌道 好了 那你老班 為什麼他會被人叫邪屍呢 他裏面有很多技能 很多法術 那種法術有法有術 在那個數學上 在那個技巧上 幾如所思的 他就說 他有幾大的項目 如果你進去學到其中一個項目的話 你一定有五種情況出現 關、寡、孤、獨、殘 等於學茅山的孤文宿 你學成功之後 你一定會 一是殘決 一是不知識 一是孤伯寡人 不會富貴的 所以說他邪 這本書這麼邪 看完之後學到了 很混蛋了 就是實衰一樣 怎麼搞 所以叫他邪書 那有沒有人真的有真傳呢 有 但是不出聲 所以現在有些 因為他老班書裡面 有Ebook星相 是 有醫術的 大家看上網慢慢相處一下 那個證盤我相信 不是那麼齊 一定不齊 大家都吸一吸一下 但都是有些零零碎的 他墨門還有正式的傳人 墨門不同 墨門是不是 墨子不同 那是因為老班輸給墨子 所以他才一生人 屈屈屈不寬 因為他是同一個時代的人 和墨子曾經試過一場比武 你有沒有怕過這個 有墨守定規 那老班用什麼術呢 一個弓一個手 他守不過墨子 守不過墨子 老班就用他設計的雲梯 去打那個繩子 墨子還用拔手成規 去擋到他 你攻不進 那就不不法治一世了 好 但他全局都很厲害的 他做那個馬隊啊 那些佈局啊 是好像現在的現代的中標 那樣的 不停運行 那齊良 那齊良在世界上 法國最神奇的就是 中標 那齊良在世界上 改變的 那些人說 來自詩良在世界上 那些人說 這個人說 在世界上 人說 這個人說 那些人說 那些人說 是不算 不是 在世界上 即是說古老的文明是很早很早有的 但有的奇怪 你用得著這些複雜經濟的天文學嗎 它不是地球人 它是太空人的導航魚 根據人家的歷史搜集幾載 是有十一種星球人在地球上的 最聞名的就是日本有航機1268 船上幾載的 1268就遇到太空的文書機 一直跟地面中心聯絡 一直有影像回來 又有錄音留下 到現在北街之謎 但當年到現在有一個北成文的慣例 它那次由文航機看到 但在世界上所有國家的空軍 或者飛行 它看到這件事多數不說出來 你知道嗎 通常都不說 什麼理由不說 這個 非禁止原因 怕煩 會被人捉了你去 很禮遇你 拿口供 等於現在這樣無緣無故隔離你一年半載 怕你和他這樣 問長問短 問到你頭都行 有沒有糧出有沒有好事 有沒有死人 很慘 所以每個人看到都不說 看到就當我看到 我看到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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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一個這樣的前規則 大家都不說 無謂說 廢事煩 廢事煩 你就真是立刻煩 煩我煩帝剛我煩 很多都說戰機那些 整個見 是啊 那些是廢事煩 但是呢 在美國呢 其實已經是一早知道的 拉薩那件研究很久 知道不是研究 是戴森河總統見過 和這些外星球人是做了一個協議的 所以現在他們在五十一區那邊據傳 底下的地底城 有一個種族的外星球人是在底下生意的 但他們不想地球表現的理由 他們承受不了地球表面的病毒的污染 因為地球表面的空間和空氣全部有病毒的 無恥不在的病毒 人體內也有病毒 所以我們習近平哥仔說清明病毒這個要縮了 如果在其他國家的平民老百姓 抓他們就回到青山醫院了 你在香港在街上問一下 我們去打下病毒 病毒要遮滅了 我們就出去清山了 習近平你很幸運 你蹲在這裏做生大王 你走到別的世界 抓你入青山了 你瘋了 無處不在乎 什麼時候都有 你屋都要出來 找個發育所 才說你都沒看過多少病毒 猛仔 你正在生核底 在我心目中扮濕狂糕 猛仔 就是你 習近平 好了 有人問我 郭先生 你這樣公開批評我們習主席 說中國皇帝等窮 你不怕有什麼殺身之禍嗎 我今年七十多了 阿澤家小子 我怎會害怕你呢 我到四十歲之後 我的病是多了出來的 現在四十歲之後就多了 我自己知道 我自己做什麼的 我四十歲之後 我的病和我的財富都不是我的 是天的數來的 我十幾二十歲 為什麼江湖道黑百幾道行走 都江見影 是吧 我們會怕你這些雜家小子 你真的還沒睡醒 你查一查我歷史 剛剛才 徐家傑都不敢說聲 很含著班人 馬上要走去台灣 搞到六個敵定證人出來 有個案子 連政公司都一腳踢散散 我說 年輕人 你多喝一杯茶 你自己會做 要不然我送一張單程機票給你 我說 怎麼說 明哥 我們不用回來香港 你不收一張機票 如果我就親手跟你埋口 當晚我帶你把東西拿回命 真的嗎 人生上在江湖上 你是一個道義底線 你忍不住本杯茶 有個承諾 你怎麼可以現在走回頭 一套金手指 對嗎 所以現在見到 你真厲害 我現在很厲害 他那單大機師就是我的手踢散 就是旺角警署當年 帶三十幾個人上 有個警司的黃錦派 後來只是同軍落鑊 有兩個落鑊的 那裡三十幾人報了 當於後期延伸到 又不是水果欄大毒粉案 就算是打得捨 是啊 是吧 我老友記大班舟 回到大班舟 我去洗澡說 肥仔 不用這麼多東西的了 你通知你的兄弟 整個警察部呢 由賭水 審都有份收錢的 下個命令 什麼階級的人 就排隊去坐一個月 坐兩個禮拜 或者坐三個月 那就算數了 咦 你們一聲大大 在視察那個浴室裡面聊天 當警察就知道了 大班舟 舟護勝 才代表那些同學去襲馬 陌陌和那些鬼佬警司襲馬襲 已經沒有本性了 一身人 她就搜過政治部 最近那一天 走到手去沾嘴做ASD 她的聲音大大 她知道我和老年的人有來往的 她說不用監獄多東西的了 叫你那些兄弟 叫廣東的號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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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 她說不夠 收工 她連在警方裡面斟茶審都有收過錢的了 是吧 看來現在中國都是這樣 她說哪個公布不收過錢 對 有明不收又禁收 有些技巧性的收 有些擺生日走 裝鬼裝馬的借路又收 人家送上門的嘛 不到你不收的嘛 我說如果你埋了一堆的話 你不收 你就做混蛋 大亂 那個書記叫你做一件事你不做 那便即死 做完之後呢 裝了鍋呢 那個書記就說你做了你懂得做啦 插了它 那個就是中國的潛規則遊戲來的 現在你習近平小子 暗家產並不出波打給下面的同事做事的 所以他補出一個文件簽名給指令的 嘩 聖旨還有一些聖旨啊 口語啊 口語啊 轉頭說不是這樣的 他不說說不是 他都沒說過 我都沒說過 你明白嗎 你當事人敢說他啊 他找第三者前的口語給你嘛 這個是正屌街來的 搞這些這樣的壞事的 你何時見到一個習近平正職簽公文 叫些幹部做什麼的 他都是落了一個命令公開自己說 說要進行那個清零運動 現在退不退到的嘛 退不退到就屌你 不要死我一片頸 人和憤疾堅硬頸 整塊廁所板坐在那裡 又臭又壞了 老母你真是死撐了 撐到上海倒閉了 不是上海大佬 吉林啊 長春啊 全中國幾人都散蠻街啊 那天才有個視頻出來啊 港西哪個 東興啊 他說扣留了五十幾日隔離啊 補飯食補性啊 叫天不叫叫地不聞啊 你說蠻街行得慘啊 這個人搞在那裡 他就為了自己的面子 他忘記了孫子兵法啊 知己知彼八戰不敗嘛 一輩子都掉頭的嘛 馬上轉身的嘛 華麗轉身嘛 那不止問題啊 誰不計錯數啊 那我家日日計錯數啦 如果不計錯數就發達啦 經過幾多次實現才失敗 所以他說有些成績啊 剛剛才知道 對呀 這個是正式普朗卿的人物來的 那班孫子這個 老班 老班 他設計了很多不同的技能 有貞有邪 後來呢 他有那些陰雲八卦的術素 放在他那棟班司裡 後來有些建築工人呢 裝修佬 泥水佬 那些陰雲八卦呢 就拿了他要來要脅世界啦 就是跟你建樓 跟你裝修 或者你招呼他 或者你得罪他 他就放些東西 去製造你啦 但有兩樣常識 講到這個周末期啦 沒有常識給大家 學呢 就沒意思的 人生講話 如果你買一間屋 我先講獨立屋 日筆照長 千萬不要猜 日筆照根 根 長腳 哦 就是根基 就沒有買了 日筆照不到 日筆照不到 那個長腳 口吞羊呢 又不能買 什麼叫口吞羊 大門口 入來 陽光射到進去的 因為通常我們的屋呢 有些大宅呢 對正都放了祖先神位在那裡 又放了班帝 班帝都是陰神來的 他不是陽神來的陰 班帝死了鬼神來的 祖先都是鬼神 鬼神最怕陽氣的 對 你一打開大門 為什麼整個陽光射到那個神位 你就放了門 哦 所以以前 這麼流行有影壁 對 有影壁就是很會 這些小小常識 如果大家看一下家裡 如果太陽照不到地基 就不要買了 如果太陽一打開大門 照到你的大廳 有神不在地方 你又要擺斜一點 肉眼的位置 是的 這個是有些禁忌的 那這種禁忌呢 就流行於在民間的一種 凝化學來的 你開順皮 又開順皮 又開順皮毛 就不要扮塵槓咬頸 有科學根據 因為太陽光不照到你的地基 好像以前那些地鞋 就不是用瘡 用木的嘛 那就陰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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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陰 對 牛蟲 你明明有百禁 對 沒錯 你家屋都立了 好 今天是這樣 真的沒有其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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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繼續為大眾來解答問題 有位大陸的一位佛弟子 青森 他是大陸的山西省太原寺 滿臉的 請和尚慈悲開示 說五部的八立藏 原始阿安部經典 是否有楞严金 還有沒有提到阿彌陀佛地藏菩薩 如果沒有算不算佛說的 是不是假造的 是不是可信 如果可信 要依據什麼來證明佛說的 那麼密教的起源是什麼 以原始佛教又有什麼不同 事我可信 那麼弟子受五戒 又幻戒 要如何得如法來懺悔 是否必須在佛像或比丘前 花入懺悔 理次幻戒之戒幻戒 這個都是大宅問 這個問題 昨天和尚已經談到 有關於阿彌陀佛的這種 還有極樂世界 還有阿彌陀心 是不是後代的人所創造出來的 昨天我都已經講清楚了 因為五部的八立藏原始經典 也沒有楞严君 也沒有立藏菩薩經 也沒有什麼觀音菩薩普聞品 這些都沒有 華華經 華安經 這個都不是 所有的五部經典以外的任何經典 就是都是後代的人所創造出來的 既然是後代創造出來的 就不是佛說的 那不是佛說的 就不是真經 那不是真經 就是偽經 就是假經 這我已經在電視 也好在我們雜誌和尚都已經 開始再開始 講了好多遍又好多遍 因為現在我們要大力的提倡 花洋真佛經真佛法 那麼這個大聖佛法的佛經 都不是佛說的 都是後代的人所創造的 這已經經過很多的學者專家 考據 追究的結果 這是定論是這樣沒錯 的確大聖佛法的一切經典 都不是我們佛頭說的 都是後代的 代代的出家弟子 在家弟子自己創造出來的 有的經過漢文的 藏文的 日文的 是這樣而已 大聖佛又是日本的 國教界所編傳的 裡面的經典 除了阿罕部以外 其他的都是 全部人家創造出來的 編造出來的 甚至連阿罕部也經過金字加工 還要經過後代人 又加油天賦 還要修改修論金字加工 也都稍微走樣了 甚至有加一些 一些不是佛說的一些經文在裡面 所以大聖佛經裡面的阿罕部也不完全是 原版的 從巴黎藏的阿罕部這樣的 翻譯過來 也都加一些料 加很多料在裡面 加很多的 後代自己創造的一些經文 或是一些註解 或一些給人家修改 創改都有 所以 縱使大藏經的阿罕部也被修改的 有一些失真 也不是完完整整的 阿罕部的 活說的 原始的經典這樣 這已經不用在 華裔的 就是確定的事情 千真萬確的事實 只是我們大樹佛 並沒有 跟每一代的出家弟子 在家弟子講清楚說明白 這等於是蒙騙你知道嗎 我感覺很不好 對 你每一部經典根本不是佛說的 大聖佛話的經典都不是佛說 每一部經典都寫 前面都寫如是我聞 這叫欺詐 叫做詐騙 我們現代人叫做詐騙 叫做欺騙 這本經都是你後代的出家弟子創造 為什麼你還要前面加如是我聞 讓人家誤以為說 這個真是佛說的 這樣不好 你看大聖佛話的佛君 都用這種方法在欺騙眾生 我感覺很不好 你這個佛君你的創造 好 你寫你創造也沒有關係 我創造的 就是很多的論都不是自己創造的嗎 論你就會知道說 論就是大家都知道 論就是出家弟子 帶來出家弟子自己的論述 這個大家都知道 論就是不是佛說的 論是出家弟子 自己對某部經典他的看法提出他的論述 提出他的論述 這叫論 像菩提道次第廣論不是中各八尊者 他用他的解讀 他的所悟的對十二因緣法 而來下一些他的解讀 他的論點 整個菩提道次第廣論都在講十二因緣法 整本我看過我知道 所以這叫論 像我也可以寫論 我針對佛說的某一段經文 我來寫一個論 三十七道柄 我也可以寫三十七道柄論 我也可以寫 以我的解讀 以我所悟的 這樣 這叫論 論就會寫說是寫寫的 要知道他不是佛說的 但其他經典也是跟論一樣 你其他的經典是 這是大家創造出來的 你就寫某某人的創造 你就要寫如事我聞 如事我聞是 你要當場聽到佛說 才叫如事我聞 結果不是 大圣活法的經典都不是如事我聞 為什麼你們要寫如事我聞 那這樣不是欺騙代代的出家弟子 跟在家弟子 這樣不好 所以什麼經都一樣 真就是真 假就是假 這個沒有模糊地帶 我們身為出家人 我們不要滅著良知說瞎話這樣不好 這明明就不是佛說的 你們硬要說都是佛說的 這明明就是代代的出家人所創造的經典 你明明說 這是佛所說的如事我聞 出家人怎麼會幹這種事 我感覺很納悶很奇怪 連經典都要欺騙眾生 明明這個經典都不是佛說的 硬說是佛說的 為什麼南傳佛教都不練阿彌陀 因為原始的經典就沒有阿彌陀 今天沒有地藏心 沒有什麼藥士經 你叫他練什麼佛 他們只定一尊 拜南部本師釋迦牟尼佛 經典也沒有什麼三千佛淫經 沒有萬佛經都沒有 佛淫經 那個都沒有 那裡面寫的佛話 有寫一萬尊的佛話 三千尊的佛話 又寫 你看八十八佛話 那個都是後代的人創造出來的佛號 我們都還信以為真 這都很弱烈 我絕對不會創造那麼多佛號 讓你去拜 那個沒有意思 那沒有意義 你看三千尊有三千尊佛 那未來還沒成佛 也受世 未來新數學都還沒成佛的 還有現在賢解還有九百九十六尊還沒成佛 都給他列進去佛號 這個都不對的 而且佛號相同佛號有過多 這個是後代創造出來的 所以我肯定地跟你說 這個八里藏原始經典裡面沒有這些經 什麼任元金華 金華元金 什麼金都沒有 一概都是後代人創造出來的 歷史會說話 歷史有證據 不能互隆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真就是真 假就是假 大生活 這樣的欺滿眾生 一兩千年還要繼續欺滿 不應該 真的不應該 身為出家人 不應該有這樣的心態 明明經典就不是佛說了 每個人創造一部經典就要寫 如是佛說 你不寫如是佛說 好像人家不會相信 明明就不是佛說了 你沒有聽到佛講了 佛已經都沒那麼久了 你又不是在佛的時代 佛的時代就五部經典 你看第一次 佛設召集五百比丘羅漢 由佛設主持 由阿娜來送出來 那個阿娜利來送 這個這個 優婆里優婆里來送這個禮部 阿娜利送金部 佛設主持 那時候經典集結歷史記載得非常清楚 就是五部 我說他們經典集結最後有說 我們這個五百比丘羅漢 這個三個月來 有寫三個月有寫六個月 說我們三個月在七月互動裡面 所送出來的這些經典就是佛一輩子所說的經典 就是這樣做一個結論 我們都已經送完了 沒有了 你可以看啊你可以去查 查第一次經典的最後的結語是什麼 寫得很清楚 佛設很高興的 謝謝所有五百比丘羅漢辛苦你們了 我們已經完成第一次的經典集結了 佛一輩子所講的 我們所聽的 所講的 我們都送出來了 沒有了 有沒有人要補充 五百比丘羅漢都沒有人補充 就是這些 禮部也送出來 接力也送了 經部的部也都送出來了 連阿比達摩倫也送出來了 都沒有了 就這樣 好就這樣傳送下去 這樣 哪知道到什麼時候 到有文字出來 到火路面差不多五六百年後 開始有文字記載 就開始很多人就自我創造假造 很多的經文出來 就是大聖火華 所以大聖火華會佛說的 這是歷史 學家 學者讀者 共同研究出來 確定這樣子 那其他這些大聖火華的經典 都不是火說的 都已經確定了 不用再懷疑的 我想以後 我也不要再回答這個問題了 因為經常有人都會問這個問題 你們自己也可以去搜尋 印度佛教史 印度的佛教史 你去好好去研究 都有 這個歷史都有記載這樣子 學者 這麼多的學者 這麼多的歷史學家 都證實 原來佛陀 他 講的經典就是五部 後來的 延伸了那麼多經典出來 那都是大聖火華 後面的出家人自己創造出來的 歷史就是記載這樣 你難道要火定歷史嗎 難道你不相信歷史嗎 大聖火華 活經都不是火說的 那不是火說的 不是其他自己創造 不是其他出家地址創造的 不能什麼叫做 創造呢 什麼叫偽造呢 當然你們自己創造的經典 有很多火法沒有錯 也不錯 你也不能說 他自己創造經典 也是有很多符合佛法的精神 但既然有佛法精神也不錯 也可以讓人家研究 你看你論章也不是 依照我的經典裡面去做自己的論述 成為論章 也不錯 那論章你就會寫 是你自己寫的 你自己創造 為什麼其他經典你不可以寫 這是我創造的 讓人家研究也可以啊 自己創造又欺騙眾生說是火說的 我告訴你 我們佛教會在印度拜王就是這樣子 創造太多的假經 這也是造成印度佛教會滅亡的原因 因為你很多的假經裡面 都參雜了婆羅門教外道的這些經文儀鬼文化在裡面 包括佛教傳到西藏 你給我參雜地方的本教 還有儀式文化還有經典進去 成為密宗的經典 你看密宗經典那麼多 那個咒语幾萬個咒语 那是佛說的吧 佛說反對詞咒 他會給你交那麼多咒语 那個密宗的咒语上萬條了 那咒语有夠多 大小條有夠多 你打開那個密宗的經典 我覺得西藏當時的出家人也很厲害 可以創造這麼多的咒语 創造這麼多的經文 哇 也真是厲害了 其實那都是參雜地方的宗教 的一些文化思想還有教義都進去了 來到中國就參雜了 魯教的道教的思想在裡面 這是千真萬句的事實 就是參雜了就產生這麼多經典出來 讓我們浪費那麼多寶貴的生命時間 去研究那個假經 整個腦筋充滿了那種假經的思想 知見深根蒂固 拔除不掉 現在跟你說真的 你們就慌了 好像失去中心思想 好像有的人甚至不相信 有的人還誹謗 我說真的要 沒有科學的研究學問的精神 我們研究學問都要有科學的態度 真就是真 假就是假 不能呼嚨 為什麼人家歐美 我講歐美洋人的科學工業那麼發達 他們就是事事求事 事事求真 這樣所以他們科學工業才會進步 都要求真求實 我們中國人就是這樣 都是呼嚨 欺騙 欺詐 做事情草率 姑且 做事情沒有科學的態度 求學問都是差不多就好 或是那種僵化的思想 或是那種權威的思想 這是祖師大德說的 就是聖職 不能違抗 不能違背 你就跟宗教一樣 跟宗教 其他的宗教都是這樣 要全全呼應上帝的教職 都不能違抗 不能說NO 不能華語 華語就被抓去探行 關起來 以前天主教羅馬俗教就是這樣 說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你看 哥白尼還有切利列 不是因為反對天主教這樣說法 被抓去關 切利列還關到七十幾歲才出來 之前一個叫什麼 在哥白尼還之前的 切利列之前的 哥白尼是最先的 叫切利列 這個中間有一個哲學家 還有什麼天文寫家 叫什麼名字 他就提出他的看法說 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 這樣被抓起來 被婆婆在羅馬主教的教堂前面被燒死這樣 我們活教不是宗教的 不是前衛的教育的 不是說 祖師大德說了就算 不是啊 祖師大德說的 這些都是假經 都是自己創造的 我們還要一直堅信下去 還不改變嗎 我們要用科學的求證的態度 求真求實的態度來研讀這個經典 既然歷史都已經告知我們了 活一輩子的經文就講這五步而已 沒有了 這第一次集結就已經很 所有的五百比丘羅萬 就已經這樣很清楚明白的做一個結論 今天我們第一次集結 已經將活一輩子所說的經文 通通訴訟 附送完畢 已經讀送完畢了 好 就在這裡 傳下去 就這樣 我百比丘羅萬 那麼多人不會去漏死掉的 不會說我們留一手 要留給誰 一定全部將活的 這點要集結就是怕它流失掉 怕它年代的更迭 年代久遠怕流失掉 所以大家才要集結 那麼一次集結就是一次要 全部將活一輩子大家所聽的 這些法義接力 全部要附送出來 然後說留一個沒有講完 留給後代人去集結 所以我們就知道 第一次集結就是要將活一輩子所講的經典 全部要附送出來 他絕對不可能說 五百個羅漢 比丘羅漢 各個都羅漢 他既然要集結一定將活一輩子所講的經典 全部都講出來 不可能說還有沒有講完的 不可能 那就不用集結幹嘛 還要留一手 還有說沒有講出來的 還有沒有聽過佛說的 不可能 那就不用集結了 所以第一次集結就是要將活一輩子所講的 佛法怕流失掉 全部講出來 然後用口頌這樣流傳下去 因為那時候沒有文字記載 那時候就歷史記載得很清楚 第一次集結就是五部 沒有了 還有多一個論 阿比達摩論 就這樣 其他後來的經典全部都是 後代人自己創造出來 自己創造出來 就是偽經 你要信你就繼續信 繼續信 打不破 勞固不化 頑固不化 不尊重歷史 不尊重第一次集結 五百羅萬筆就所說的 佛所說的經法就是五部而已 其他沒有了 什麼經都是假的 OK 你如果固執不變 固執不化 你就繼續固執吧 所以我才講 中管要征活教 征活經征活法 連征書家人都沒有了 告訴你們 我們中國的出家人做的都是 婆羅門教出家人的 這些思想 知見 文化 儀鬼 充滿了外島 所以就是這樣 才整個在印度 被人家整個佛教被滅絕掉 沒有被滅絕的這些出家人 就逃逃逃逃到尼泊爾 逃到中國 這樣 將那個 綜合性的 佛教跟佛羅門教混合的佛教 傳到我們中國 我們又給他發揚光大 又創造更多的賈金 我跟你說 全都變掉了 全佛教都已經支禮破碎了 不是 有一個 有一個研究巴黎藏的一個 以前他也是在佛教雜誌工作的 他就有寫一張信來 讚嘆和尚 會來鼓勵和尚 會來復活和尚 對 他說整個佛教就已經來到中國 就已經支禮破碎了 他研究巴黎藏的人都知道 研究巴黎藏的人都知道 研究巴黎藏的人都因為研究歷史 他寫那張信 我們在電視節目都有播 電視台也有播 有人寫了兩張信來 不同的 中國的佛教出家人 都停留在那敲打煉獸 不重實修 佛堅都是成為邪術派的 不是實修派的 邪衍派的 你們那個信我都有 加上信的內容 我們電視台都有製作一個 一個袋子 還有播放給大家看 你看 研究巴黎藏的人看完都一樣 不是只有我這樣 他們都了解 原來所有的大聲話 都一個經典都是假的 你叫你們研究巴黎藏的人 叫你們不研究 像死守你們這些假經 還有這些從假經假活法 獲得的那些錯知錯見 偏知偏見 你們偏偏要執著 跟你們講真的 你們卻慌掉了 失去你們的偶像 還有失去你們的忠心思想 因為你們偶像被打破了 你們就慌掉了 我以前聽這樣 都不對 放棄你不放棄 所以科學的態度就是說 事實勝於雄變好 今天假如說今天大家 中國出家人一兩千年來 假如說你研究的 你做的都是真火法 你研究的真火經 你修的都是佛教的法門 應該 中國傳道佛教出家人到現在 至少都會出幾個阿羅漢 連一個都沒有 因為 為什麼 以科學的態度來 科學的角度來看 就因為 你的方法錯了 你的方法 都不是佛教導的方法 都是外道的方法 那外道的方法 就是落入婆羅門的泥道裡面 婆羅門就是沒有辦法震得阿羅漢 但是他們有神通 他們會灰 會遁地 會變化身 但那不叫阿羅漢 阿羅漢也不一定會有神通 阿羅漢是一種心的解脫 智慧解脫 這叫阿羅漢 不是神通解脫 神通不能解脫生死 我說 阿羅漢有兩種 一種沒有神通 一種有神通 沒有神通的阿羅漢 叫做心解脫 智慧解脫 他也是阿羅漢 他死了就沒有來生 他就進入永生的涅槃世界 一種是有神通的 婆羅門教他們沒有證得阿羅漢 他們很多都有神通 所以不要以為說 一個修道人有神通 他就是羅漢 這樣太狹隘了 現在人都以神通來定论說 你有修行 你是聖真神通 只要你有了神通就好了 一個他心通 不得了 主是大德 聖真 聖經 聖經 用神通來定位一個出家人 是有開悟正果的聖者 還是沒有開悟正果的聖者 我跟你說 這樣就會錯亂了 整個思想 整個思想就錯亂掉了 這不是活法 那外道有神通的很多 也不要說我們活教 人家以前道教有神通也很多 中國道教也有神通的很多 我們叫做聖 道教叫做聖靈 聖靈也有神通 會不會背 中國人人家修行的也有背 只是要少而已 實際上不是那個誰 密勒日巴尊者有沒有 我整本書都看過了 他的一生 真的是好苦 密勒日巴尊者 一個人躲在一個山上修行 吃綠色的植物 吃到兩個人都變綠色 他會揮起來 揮人家那個村上看到 山上天空怎麼有個綠色的人在揮 他會背 你聽了好不好 贈得阿羅漢嗎 還沒 我入面五百年後就沒有羅漢了 只是他有神通 他以前還沒贈得羅漢 密勒日巴尊 他們用密 他為了報悟他村人以前欺悟他們 他學黑法 密叫一種黑法 然後法 持咒 這個咒意讓天上下很大的冰袍 害死了村長很多人 達到他報復的目的 他就報仇 因為他 他家裡窮 被村長人欺負 這樣 他還有神通 任何宗教 任何宗教都有神機 好 不要說你宗教 只要你修行的 縱使我都不是什麼教 你躲在山上好好修行 打坐參展修行 道教也要打坐參展 打坐參展 天主教也要打坐參展 法國的神父修你 他們有一個課程 也是叫做靜坐禪修 因為這個禪不是佛教的專利 各位 只是說方法不一樣 修禪的過程不一樣 像佛羅去拜訪 他出家第一個去拜訪的老師阿羅羅 也是叫他禪定 所以禪這個不是佛教的專利 任何門派都有在那修禪 連天主教都有叫人家修禪 神父也修禪 法國他們有記載 他們有一派的神父專門在修禪 你哪知道他沒有神通 因為他修禪久了 你只要一心出家 離開家庭好好地修禪 都有神通 只是他只是神通而已 他沒有辦法 正得解脫生死制 正能無比制 羅漢制 漏鏡制 他沒有辦法解脫生死 差這樣而已 所以不要說以神通 他有神通 會非啦又怎樣 就表示他是羅漢不是嗎 假使今天和尚我會非 我看 哇 大家已經稱我佛佛在世 一定的嘛 你看金山佛佛就灌一個佛佛有沒有 他還不會非 他只有他心通很厲害很強 還有一些神通妙用 他洗澡的水可以讓人家喝了就會治病 這樣 這也是這種神通妙用 但他還沒有辦法非起來 他還沒有辦法穿搶透臂 可是他有他的德 他有他的戒德 他有他的他心通 他心通很強 還有宿命通可能有 但是這個神 這個神主的東西我們沒有了 光這樣就人家稱佛佛 那佛上背起來 什麼佛啊 我們佛之王 佛王 佛的王 亂套 亂套 整個佛教就是給他太宗教化 今天變成這樣的不堪的一種結局 佛 佛 我們應該改個名稱 將佛教 佛教要拿掉佛家 我們是一種邪術教義 我們是一個家 因為我們沒有宗教的那些儀式 都沒有 完全沒有 這些儀式都是佛所禁止的 佛不叫你戀佛拜佛誦經慈奏 沒有啦 就只有叫你打坐而已啦 其他都沒有啦 他教你很多的 就是三七道品 依照三十七道品 的這樣方式去 去循序進去的 去實踐 好 入四禅定 那麼八禅定 最後出八禅定 责得 肉禁制 解脱制 责得阿魯安 我只有這樣而已 他沒有任何儀式 都沒有 我知道 這個都是佛人們教的 所以 在巴黎藏佛講的 他禁止出家弟子持咒 烈火更不是 那更不是禅修的方法 送金也是佛所禁止的 那送什麼金啊 對 還有 還有那個 祈福法會 消災法會 那都是佛人們教的 所以佛教本身沒有宗教任何的儀式 但是到後來 代代的出家人加油天主 創造了很多的儀式 密藏有密藏的佛教儀式 漢傳有漢傳的佛教儀式 到了日本又有日本的佛教儀式 都不一樣 這個都是宗教 所以我們將佛教宗教化 才導致 後來佛教滅絕在印度 假使我們保持我們清純的 純潔的就是教育 我們就是佛家 所以我不知道如何 我這一代沒辦法來給創立 改變佛教的名詞叫佛家 我們不叫佛教 你稱佛是教 佛教就是 邪度佛陀 真的邪度佛陀 我們都自以為是佛教 不能說佛教 佛家 真的我們講佛教 和尚這樣分析 你們自己好好想 我們將佛教 歸類宗教化 是邪度佛陀 冒犯佛陀 真的 甚至違背佛陀的教義 佛陀教義裡面 教育有告有 沒有這些宗教的儀式 通通完全沒有 從巴黎藏門就看得出來很清楚 他的的確確就是佛家 不是佛教 他不是宗教 人家外國人 歐美人是大學的教授 在研究心理學 我講心理學這個區塊 哲學 研究心理學哲學 一定要研究佛的經典 一定要研究佛法 你看 隆格是近代最偉大的 歐美所公認的最偉大的心理學家 他的老師是佛陀利的對不對 你看 連隆格都自己承認說 我80%的思想 我的心理學的思想 心理學的這種科學的這種理論 全部都來自佛教 全部來 80% 全部來自佛教 所以在國外讀書 你讀心理學 讀哲學 你不研究佛經 你不可能給你避免 你避免不出來 你一定要去研究佛教 大家都知道 你到我國外讀哲學系的心理學系 我不知道我們國內也有 我不曉得 在國外你不讀 你不允許佛經 你要讓你避免不可能的事情 他們都重視心理學 哲學系的這些學生 你要修讀心理學系 或哲學系 你一定要研讀佛法的 所以他們的結論出來 同一個結論 佛教不是宗教 佛教不是宗教 那就是佛家 所以我們應該要將佛教 正本清言 回歸他的這個純潔的 教義的邪派才對 就是佛家 宗教都是帶有這些 迷信的一些儀式儀鬼文化在裡面 每個宗教都有 想不到我們佛教傳到中國 不用到中國 佛教在印度的 佛祿面之後 就是分裂之後 有大聖佛法開始 大概有文字開始 以後 應該也不到文字開始 對啦 應該有文字才有記載這些 大聖佛經這樣一直出來 佛祿面的五百年超過之後 你看 純潔的佛教 佛家 變宗教 變成佛教 以前 古代佛的時代 有佛羅門教 拜佛教 有沒有 佛教是因為他們 太多的這些外道 這叫外道 宗教都是外道 我們稱人家外道 就是指一切宗教就是外道 那你佛教既然不是外道 你是超越的 超越解脫生死的一種教育 告一 超越解脫生死的教育 也是一種教育也可以 教育出家弟子 在家弟子 解脫生死的方法 道理跟技術 沒有任何的宗教的這些 宜鬼文化 迷信都沒有 所以你自己不能 自己定位是宗教 就不對 大家好好去想 我現在講的這句話 當時佛陀稱說 這些佛羅門教 拜佛教是外道 因為他們就是宗教 所以名為外道 我們佛家不是宗教 我們佛陀的教法不是外道 我們是正式正見正法的 正性的教育 我們不是宗教 所以我們不名為外道 假使你將佛的教育 你給他定 或者教育學派 你給他定做宗教 那你等於承認你自己也是外道 我們佛教叫稱人家 這些宗教都是外道 不管什麼教都是外道 因為他們是宗教 所以名為外道 我們佛陀的教育 不是宗教 所以我們自稱 我們是正性的 教義 我們是正性的佛法 因為我們不是宗教 那你既然不是 外道才名為宗教 宗教名為外道 那既然你不是宗教 你不是外道 為什麼你要將佛的這樣的一派 這麼解脫生死 超越生死的 這麼無上的正法 為什麼要給他定說 他叫佛教呢 那你不是自己 定位自己是外道嗎 你將自己定位成外道 所以你稱佛教是 我才說你邂途了 你冒犯了 佛陀了 你邂途佛陀了 所以我們從 大家今天聽到我這樣講話 我們應該一致勇敢的站出來 要將佛的教義 只要所有的一辈子 他的教義 他的教義 教義 我們要給他 正本青年 要回歸到 這個原始佛教 就是佛家 不是佛教 因為佛教不是外道 外道名為宗教 宗教名為外道 任的宗教都是外道 我們佛教在稱人家 所有宗教都外道 但是你為什麼要自己叫佛教呢 宗教才是外道 你佛教不是宗教 你為什麼要稱自己為宗教呢 那你不是成人 你自己也是外道嗎 你聽到沒有 我們的佛教都不是宗教 宗教叫做外道 但是我們在稱佛 這些宗教都外道 我們就是正式的佛法 正式的教義 我們不可以說我們是宗教 你說宗教 你不是說 你也在說自己也是外道 那不是這樣 那你也聽到沒有 大家冷靜聽話 我分析這樣 你看 你們自己想 我相信你大家都有體會 那你現在有道理嗎 你自己想 佛教在世的時候 活躲在世的時候 都是這些 佛羅門教 拜佛教都是 宗教 的 形態嘛 所以名為外道 也就是說 宗教都是外道 那你佛教不是外道 為什麼要給自己宗教化 宗教的這個定名 為佛教呢 應該我們 要跟 孔老物資一樣 孔老物資不是宗教 所以叫做家 佛羅的教育 你只要學行分析 其實跟我們孔老物資 完全是一模一樣 只是孔老物資他不談生死 他不碰生死這個七塊 但是 孔老物資講的治國祭司之解 欸 佛陀 在他所有的經典裡面 你看 他也教很多國王 如何治理國家 如何 教國王 如何管理國家 愛護人民 然後 我也教導 你看 年輕人 如何 分辨好朋友 壞朋友 也教很多在家人 要守 乳教所說的三綱五常 這些倫理道德 這個佛都有 都講得很清楚 所以佛他的學問 涵蓋了 祭世之邪 治國之邪 還有生死之邪 但是他所有的 全部 他的教導 這個做人做事的道理 其實跟孔老物資講的是一模一樣的 三綱五常 五常就是五界 人以理智性 完全一樣 但是 孔子 他沒有說到生死之邪 他不碰生死這一塊 不知生 焉之死 孔老物資 他往往不碰鬼神 但是他敬鬼神 他不活認鬼神 所以說敬鬼神而演自 表示說 孔子他也承認是有鬼神這個事情 但是他才教導弟子說 敬鬼神就好 但要遠離鬼神 不要跟他們接觸這樣 這是對的 佛陀也是教你不要去 跟鬼神在一起 對不對 跟鬼神保持一個距離 一樣啊 因為那是鬼神道 我們是出家人 你不要跟鬼神道在一起幹嘛 跟著和平共處 這樣就好了 這也是敬鬼神的演示 不是嗎 所以我們從巴黎章裡面 太多的跟孔老物資講的都一向 只是說 差別 我們佛陀教我們如何解脱生死 我們不要再輪迴 不要每辈子都在做人受苦 他教我們得一種方法 禅定的方法 這種方法技術道理全部教導我們 你招了方法技術 你就可以解脱生死 不會再輪迴 那孔老物資他不教這一套 孔老物資沒有教弟子禪坐 他也不教弟子說 我們解脱生死 好 那我們這個生死 這一方面這個奇怪給拿掉 那請問剩下的不是佛陀的教義 教義 意義高義 他的教法 跟孔老物資 魯家 所說的教法 幾乎是一致性 那人家魯教他不稱宗教嗎 那麼我們是要稱宗教 我們自己要 將佛的教育學說給他外道化 當你稱佛是佛教 就是將佛的教育給他外道化 我們在稱人家宗教是外道 竟然我們自己佛教也漏入 這種外道的這種名義裡面 因為你自己將自己外道化 你就不是宗教 你為什麼要稱你是宗教 因為宗教就是外道 所以我們要開始正門清廉 我希望大家勇敢站出來 我們不要再稱自己是佛教徒 我們是佛家弟子 佛家的學生 我們不要再說我們是佛教徒 我們不是教徒 我們是學生 所以為什麼我們稱佛道 稱老師呢 老師嘛 比丘 比丘 你看就是老師嘛 佛定這個比丘 比丘你給他歡迎過來 就是老師啊 我們出家人是眾人的老師啊 不是宗教師啊 各位 我們要教導 將佛教導我們這些教義 治國祭祀之邪 還有解脱生死之邪 來教化教導所有的眾生嘛 是這樣啊 我們是老師吧 我們今天跟孔子的一個教育的體系是完整一樣嘛 佛陀跟孔老師一樣嘛 都是眾人老師嘛對不對 阿佛陀也是跟孔老師跟佛陀一樣 到處周遊各國去宣導 去宣揚他的思想 他的學說嘛 希望每個各個諸侯 這個春秋藏國 各個諸侯各個小國這些諸侯 各個小國家啦 能採用他的學說來治理國家嘛 所以孔老師很多學生喔 都一一被很多國家聘請去當他們的魔士啦 還有宰相啊 都得到很好的證績耶 他們就是引用孔老父子的學說 治國之學說 祭祀之學說來治理這個國家 都很成功 所以當時的孔子才被人家稱為是聖者嘛 諸侯各個國家為什麼要尊稱孔子聖者聖人 就是你應用他的學說 他的理念 可以讓這個國家治理得很好 從他的學生被很多國家聘請當 一些裡面的這些重要的文官 都治理的國家治理得很好 所以得到全國各國的敬仰和尊崇 所以孔子的學說才從那時候開始普及整個中國各個國家是這樣 那佛陀也是一樣佛陀也是周遊各國 你看佛陀跟孔子一樣 他也是一個國家一個國家走距 各個國家向國王在講法 教他如何治國 如何這個愛民 用我的佛法來治國 教國王人民百姓 一些該持的一些五戒十善道 有沒有 這個都跟孔子的三肝五常完全一樣 那人家孔老子他不叫宗教 他就孔家 魯家思想 多麼的高尚純潔 我們佛陀應該稱佛家 佛家的思想 這樣才對 為什麼要給他改造為稱宗教呢 那麼我們是不是自己承認我們也是外道嗎 真的 後來的佛教就是變成外道 就是 印度末期的佛教就是 掺杂太多的佛羅門教 印度教 現在印度教佛羅門教 所以變成已經失真了 得不到當時的國王 執政者還有人民百姓的幸福了 人家不再信你佛教了 當時的出家人又墮落腐化 所以人家對佛教整個崩盆吃氣信心 要加上土耳其大金來入侵印度 趁勢滅掉佛教 是這樣子的 朝廷不支持你嘛 政府不支持你嘛 因為你自己自甘堕落 你佛教是這麼好的教義 你偏偏為了要迎合世俗的 信 事實的這個 這個 大家的 這個 的這個 口味 因為他們 要迎合他們 你就去 套用很多的佛羅門教的思想 文化教育跟儀鬼 讓你整個佛教 見不到真正的佛教的 本來面目 佛教的真實意 失真了 變成一個混合性的 有佛教有外道 有佛教有佛羅門教的一個 一個混合性的一個 變成宗教了 因為你就是 引用佛羅門教進來 就變成佛教 變成宗教化了 假設我們當時佛教 不要引用佛羅門教進來 我們就是佛家 佛教就很高尚很純潔 很超越 你就是引用太多的佛羅門教進來 就變成宗教化 一旦宗教就糟了 就糟了 整個就變子了 就變子了 又加上當時的出家人 無窮無德無戒 連辯論都辯輸給人家 啞口無言 那時候已經沒有羅漢了 人家佛羅門教派了兩個 非常會辯論的 在辯論大會 我們當時的佛教派罪 罪罪罪罪罪 罪有邪恩罪罪罪 地位罪崇高 人家辯論 變輸了 人家就整個對你佛教完全 失去信心 是這樣的 那一場辯論 也是註定佛教 在印度最後滅亡的原因 的起因 所以我們就是佛教被宗教化 今天才為佛教被滅絕 假如我們今天佛教 能保持像孔老父子 魯家 這樣的一個邪術的教派 這樣就好了 所以我希望我今天在這裡呼籲 有正義感的 有正氣感的 佛教地址要站出來 我們要改變 不要再叫佛教 你叫佛教就等於說 承認自己是外道 因為宗教才叫外道 我們佛教不是宗教 我們是有超越的 有智慧 有高尚的 純潔的 無上的正法 無上的教義 教義 我們是佛家 不是佛教 我們不是宗教 人家連歐美洋人都知道 都定位我們佛教 研究佛教的結果都認為 你不是佛教嘛 你是佛家 你不是宗教 為什麼要自己稱宗教呢 真的 國外的哲學家 心理學家 他們研究的結果 佛教就不是宗教 你如果要叫佛教 你如果要叫佛教的機關 你們的創教者 哇 這個 心理學哲學做得那麼超越 還有天文學 哇 很多 過去 很多天文的 找不到的答案 都在佛所講的話裡面找到答案 他們說 佛教不是只有 超心理超哲學 還超科學 這麼棒 那不是宗教 你整個佛教裡面 也沒有宗教的意思都沒有 那是外道 那是佛倫教 為什麼你們要自己稱自己是宗教 矮化自己 醜化自己 迷信自己 自己承認我是外道的宗教 哎 我就說是宗教 我們佛教是怎樣 那我就改好安 好 正本清理一下 回歸還原我們真正 我們佛的教義學說 不是佛 不是宗教學說 是佛家 是學說 而且我們的學說 是超超越的 一切宇宙 超越一切的 這個 所有的科學 哲學 心理學 我們是非常超越的學說 還有可以讓我們將 可以 讓我們死以後解脫生死 不會再輪迴 這是認為宗教達不到 只要宗教都達不到這個境界 那我們做到宗教達不到 為什麼我們自己要宗教化自己呢 所以 現在開始 佛教不叫佛教 要叫佛家 我希望大家一起來正本清理 要證明 要證明 這個 我們要證明這個 佛的教義學說 不是宗教 是家 所以我們要稱為我們是佛家的學生 佛家的弟子 不要說教徒 所以我們稱為釋迦牟尼佛為導師有沒有 出家人為老師對不對 我們既有這個學校的體系 學校的制度 我們不是宗教 希望大家 所有的佛弟子勇敢的站出來 跟大家說 我們不是佛教 我們叫佛教 好不好 這樣大家功德無量 阿彌陀佛 少造異動力活 一定要這樣 請 我們請 勞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